哈囉大家好我是犬犬 這是個新系列的影片 就是桌球動畫白色閃電的Reation 認識我的人都知道其實我很愛看動畫 我上一次看的桌球動畫好像叫 佐樂的桌球娘 對吧 大宗夢音就是讚 那據說這次的動畫是由中國方製作的 他是以浙江杭州為背景 先說這部動畫我連PV都沒有看過 所以我很期待他會怎麼呈現 會不會是殺人桌球我也不知道 另外今年年底訂閱買一萬將抽出我的紀念球拍 還沒訂閱我的趕緊訂閱起來喔 也可以加入我的會員參與年中抽獎 那我們就來開始看吧 喔 奧運的標誌 喔這中文的OP 對啊因為他是中國製作的所以他也是中文 目前看下來做話都還不錯 啊對了 Youtube可能會有版權問題所以這 這這部有可能會消音喔 喔 看起來蠻熱血的 我看到有人拿直拍 有直拍的 又橫拍的 我看起來是橫拍的 哦他們球還是橫拍的 哎 小球手看到小球手了 喔所以是以這四個女生為主角是嗎 神內選拔賽 聽說在中國神內選拔賽 你奧運還難打 哎 哎那做話還不錯耶 那個球經過網子的時候他還會 當陣一下 一開始就這麼刺激了嗎 一開始就這麼刺激了嗎 哦 如果是 平常的光芒 就像一道白色的山 哇靠 很難欸 欸 沒切到 兩天後 好 今天是8月31號啊 孩子們終於開學了 不知道孩子們昨天晚上睡得還好嗎 我不管孩子們睡得好不好 我估計啊 家長們肯定是都沒睡好 確實 你得考慮啊 孩子第一天開學要帶點什麼東西呀 今天早上準備什麼呀 早上應該幾點出門 是不是要提前到學校啊 對了啊 孩子們今天早上出門 咱千萬別忘帶暑假作業 啊 其實作畫都很有細節耶 細節都處理的蠻好的 錄取東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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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了啊 吃飯了啊 剛蒸好的包子 吃熱吃 老爺呢 哎呀 昨天晚上就跟羊哥隊約好了 一大早就出門了 叫 學校也有食堂的 開學第一天整了些你最愛吃的 對 這應該是女主角 早飯哪 得吃飽了 到了學校 好學習 打打球 多交朋友就完事 來吃這個 欸不是 他用筷子夾包子 然後再用手去抓包子 幹嘛不只用手拿就好了 別看他倆現在出廳啊 剛開始那會兒 一天到晚肝臟 對了 回家我在院裡整個乒乓球桌 你也帶著一舊 你老爺嫌我菜都不稀地跟我等啊 放著放著 再帶幾個路上吃吧 不用了吃飽了 那這樣洛伊我送你去吧 不用了我記得路 走了阿舅 他叫他9歲他沒有跟他爸媽住在一起 這什麼小鋼臉阿 我還特意把小豬洗乾淨了 小豬頭 小豬頭 高中第一天 先和姐妹們一起去熟悉環境 然後去報到 把我拍了 你放心啦 我的技術你還信不過 好了 走了 路說再等我們了 喔 來了 通常 通常動畫第一集應該都會有某些大事發生 然後讓留一些懸念到第二集去 二 有 三 R 我以為男女和睿 笑 我以為男女和睿 笑 一 笑 終 那女主角應該要去桌球色吧 他們現在是要去社團 話說2024了有人打黃色的桌球嗎 有人打黃色乒乓球嗎 用拍子打回去 哦是用手機 桌球人的習慣 地東西都拍子打 好多看不懂的字 這個是高中吧 應該是高中吧 哦 你有打桌球 我也有打桌球 我的包包也有一個桌球拍 應該會是這樣 應該會是這樣 張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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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張若宜 我會想說張若宜 用冷酷的個性 張若宜 你還有事嗎 你 這沒事吧 我 我想起來了 他是球打到塔 感覺空氣有點微妙 什麼意思 字面意思 你什麼意思 就是腦門啊 剛才對不起 你腦袋沒事吧 感覺 有夠有夠嘲諷 應該挺大 給天亮 我聞到了一股火藥 有嗎 哪裡啊 都虎臉上了 臉 啊 趕緊進教室了啊 抓緊時間登記完發教材 都堵在門口幹什麼呀 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你們的班主任 我叫李文燦 文化的文 璀璨的燦 首先呢 歡迎大家來到高一九班 嗯 高中一年紀 大家可以用手機和家人聯繫 從明天正式上課開始呢 請大家遵守校規校記 不要攜帶手機 把重心放在學業上 我們學校呢 擁有全市頂尖的師資力量 能夠為大家的學習生活提供堅實的後盾 以後無論是科上還是科下 大家有任何學業上的問題 都可以找老師們溝通 我們一定會全力為大家解決的 當然了 紮根學業的同時 更要注重身心健康 果然跟我想的一樣 科外活動 不僅可以讓大家鍛鍊身心 發展興趣愛好 還可以為你們拓展視野 幫助大家廣交好友 更好的了解自己 和這個世界 科外活動 好了,又是一個伏筆了,他決定是一個很強的 簡直的 大廳廣眾的,都不合適啊 哎呀,路,就再來一次吧 好吧好吧 來了來,又賣一個好戲看了 店長,現在就是搬球桌嗎 好像是要打乒乓球 看乒乓球的杯子吧 我怎麼知道 這王路就是要玩花火呀 學花連乒乓那時候做嗎 全能天才啊 看這個手法,有點專業 我一下子就打進去了 欸,技能數點錯系列 然後他會跟女主打一場比賽 然後他會被女主電爆 我是這樣想的 好嘲諷喔 我見對喔 呵呵呵呵呵 我見對喔 看如果是我在那邊 我如果在那邊被別人吹捧 我會覺得很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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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有點伸 沒想到王路真這麼厲害啊 太長良 看就好想出 你好厲害啊 你是要找誰 一起玩啊 學姐 大家今早溜進訓練室險吧 那是你嗎 反正也沒人用 我帶他們學習吧 誰說沒人用 我這不就是來找人的嗎 今年可是成立校隊了 我們學校還有校隊呢 是中康球隊 沒聽說過呀 還要找誰 有中國的學校沒有做球隊的嗎 學姐 我也很想幫你帶隊 不過學生會那邊還笑我呢 所以 沒關係 我是來找你們班章儀的 章 復義 我是乒乓球隊的隊長 趙思琴 教練明天回來 他讓我先來接你入隊 嗯 學姐 所以是找就有關係了 你也太低調了吧 明明是東北過來的高手 以前還打經過神血麻塞前八個 主角威能 這是龍浩天的故事 你說他們兩個誰更強 剛才網絡不是說有空一起玩嗎 原來你們兩個是要比一比 那剛好 就當給球隊拉新做宣傳 大家都可以來圍觀啊 感興趣的當場報名 這九萬真是倉卧火啊 這九萬真是倉卧火啊 看來越強的人越低調了 省級選拔有多厲害 你說呢 我們怒野只打到世紀一番 龍雪 不好意思 你 上沒上吧 藏著野只沒意思 還是 球場神界分小 嗯 第一集就當沒了 啊 急速有 他一起幾分鐘啊 19分鐘有點短 嗯 節奏還不錯我覺得他的節奏還不錯 後面還有嗎 看一下 還是沒有 啊有周邊了 OK 他做話其實很棒啦 他的節奏也蠻穩的 很多細節他都有表現出來 而且人物都畫得很好看 雖然他講中文的一開始聽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不過後面其實習慣了之後就覺得 還好還可以 呃因為我平常 看動畫就是日文劇作 都是聽日文的 停頓的地方 最後停頓的地方 我剛剛說的一定是先發 先發生一件大事 然後呢 留一個懸念在第二集 啊這懸念就是他們第二集就會 來一場勝負 我是覺得女主角應該會教他做人啦 應該會 除非他們寫出 我想不到的劇情 那我會很吃驚 那這集影片到這邊 喜歡這影片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是拳拳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